兩好三換兩出局三雷有跑者 直球的對決這一棒帶起來 在二人壘包後方 28晚間週季上演 上屍第二站一局上 呂彥青安全下莊 下半局兄弟火力全開 兩好離婚的情況下 這一棒送到了右外野方下 看起來距離是夠遠了 上坎台了 周董周思琦把握兩人再壘機會 一棒打出牆三分進撞 這局下兄弟再補一槍 這一棒打擊出去來到了 右半邊看一下距離夠不夠遠 沒問題 徐建宏一棒又三分 連入兩局都有三分砲 二局沒打完就6比0 直到四局上統一打線串聯 這個球在頭打擊出去 左半邊落地形成安打 所以高臨上的跑者郭富林 這時候繞過三壘要準備回來得分 統一打破鴨蛋得一分 七局下兄弟攻勢在起 球球表現相當的優異 但是這一顆球被徐建宏給掃到 右外野方向又來了 徐建宏單場開雙翔 一個人打下四分打點 比數來到7比1 八局上統一趁守備瑕疵 追了兩分 其實才剛上來 前一天打出全壘打的詹子嫻 又炸裂 自己的經驗 對 兩號一塊的情況下 這一棒掃到了左外野方向 飛行的距離看起來是白色 越大最後十三看台 你們兩天開轟中場兄弟 8比3收下比賽 兩站6轟得10分 通通都是全壘打 安打數比統一兩站17支還要少 反而獲勝 有過大的受傷 影響到後續的比賽 所以決然就換頭 至於他現在狀況也沒辦法 現在給你們表明 秉總林月平賽後表示 打擊狀況並不差 問題是串聯不起來 另外政軍人肌肉緊繃要再觀察 而對方捕手成家居 也有類似狀況 他是覺得有一點緊 那防護員這邊明天也會帶他去看醫生 短期賽選手不舒服 勢力空 單場兩支全壘打 徐季鴻拿下MVP 說比賽沒到最後 都不能掉以輕心 掌握自己想要掌握的球種 那有掌握到 所以剛好打了兩支全壘打這樣子 兄弟主場二連戰都拿下 接下來是客場之旅 先陳信湖在台南 第四勝沒到手之前 雙方都還有希望 TVBS新聞陳初嫻 廖文和許友翔 SNG小組台中暢報導